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4年10月17日星期四 今天在拍影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走勢 看見恆子今天高開了 高開之後他曾經是試過5mm,然後就由孤雅縮下來 中午收市升了165點 看看他現在走什麼浪 如果在形態上 看看現貨圖 形態上有點像是陰、陽、陰 然後收回陽 即是有權是一個A、B、C完成了 有機會上去 但最好是站穩 最好是站穩的阻力位才能夠確認 在那裡看到的地方 這個位置是阻力位 他今早就衝上去 但家人不找 在家人找回 如果沒有家人找回 他也不排除後面有個C浪 或者甚至乎有個Y浪 在那裡看到圖中 就找到一個三角形 這裡 看到裡面的結構 都應該是三角形 那些比例 各樣都適合 所以 這個頂應該會再升穿 即是23500 那些位 就應該會再升穿 可能最後到24000 甚至乎24500 即是現在應該有調整的 那個C 或者Y 甚至那個C 都結束了 都有機會 因為 走完B之後 在這個位置結束了 他這裡走了 1 2 3 4 5 即是這個C 在這個位置都可以 差了就是會不會 再跌穿 因為如果C 在這個位置結束了 當然就不會再跌穿 再跌穿 即是C還沒完 C就分成C1 C2 C3 C4 C5 甚至乎是Y 因為如果前面這裡是三浪結構 那他就會走過Y 如果前面這裡是五浪結構 他就會走過C 那C 那C會好一點 因為C 是 比較短也可以 即是這裡是C 也可以 或者 C1 C2 C3 C5 也都可以 但是Y就會比較跌得多 因為 Y是需要去到W的 W的 W的90% 那麼 還要不是在這個位置減下90% 還有不是在這個位置減下90% 還是要在 那個 這個是 就是這個三角形的終點這個位置 是先開始計算Y浪的 才是Y浪的波幅 所以就會比之前所計算的18,600再低一點 可能接近18,000也有機會 這個是行W,S,Y,W,S,Z的數法 如果是一個A,B,C的數法 就是只需要從這個位置開始 行跌5個浪就可以了 差了就是這裡 會不會就是完結C C一是這個位置完結,一是反彈完結 再下兩層,就完結C 如果C在這個位置完結 上去的時候應該會站穩的阻力位 暫時還未站穩,所以還未能確認 所以暫時還有機會再破多次低 這樣 看看即時圖 先看看月線圖的一些 量度的阻力位,或者是一些支持 看見到這個低位 暫時覺得反彈浪應該是從這個位置開始的 因為看看A50指數,它的底的時間是在這個位置 而不是在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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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純粹的恆子應該是在之前跌下來的那個浪 它是最後那個子浪失敗了 所以這個位置 就會稍微高過前面這個底的 但是如果對應A50指數 其實就是在這個位置低一點 A50指數,在這個時間這個底的低一點 所以這樣看法 應該是恆子的反彈 應該是從這個位置開始計算 所以就看見到 那些高低位 找到 21,400 這個是1比1以上 看見沽壓比較大 所以這個比例 就是這裡這一格 沽壓比較大 就是說這裡是那個 阻力比較大的地方 然後這裡中間 這個區間 就會是它比較容易 停留在這些位置 就夾在中間 然後下面這一格 就應該是個支持比較大的位置 所以如果比較直撥的位置 就是看好比較直撥的位置 就是看好比較直撥的位置 就應該是20258 這裡以下 就是19,500 到20258 這一格 這個區間 這個支持比較大的 左力比較大就是這裡上面 這個區間 看到它暫時停留在中間 這個區間 當然它如果稍後 譬如說今個月 或者下個月 它站穩到1比1 這個比例 它應該是 有機會向下的比例 這樣 24,500 所以暫時的看法 就是這樣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或者接下來的幾天 有機會去到20258以下 那就比較直撥了 就是看到這條虛線的位置 以下 這些位置 就比較直撥了 但是如果用回數浪的角度去看 它就 看到有機會是由這個位置 看看 由這個位置開始 走一個C1 C2 C3 C4 C5 這樣才圓了C 這樣才會上去 B 就是A B C D E 這樣做 三角形 看到之前 就在這些位置 就比較容易數錯 因為它是三角形的關係 所以它 就算走了五個浪 它又不會繼續上 所以就之前 就在這些位置 是比較難數 原來最終找到 它應該是三角形 看到這裡是 A B C1 C2 C3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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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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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 C1 C2 C1 C1 C2 C5 C2 C1 C1 C3 C3 C1 C1 C3 這就是三角形的規則 看到也是超過了50% 最後去到E浪 E浪需要反彈的波幅比較少 就不需要去到50% 只需要去到 D浪的25%就可以了 他的確 就剛剛好去到 剛剛好去到25% 要去到15分鐘圖看 這裡比較難看到 最後看到 看看是不是這樣 彈上去 看到 是到了25% 剛剛好 穿了25% 就是三角形的規則都適合了 那就是呢 在這裡逛了三角形 A B C D E 應該是B浪 或者是S浪 也有可能 所以這裡逛了C C1 C2 C3 C4 C5 看看會不會這樣 如果這樣就有權在這些位置 如果不是 如果他再跌穿C這個位置 他就會是C會分成C1 C2 C3 C4 C5 所以關鍵就是這個位置會不會再跌穿 再跌穿的話 再破兩次底 跌穿的時候第一次 看到 跌穿就是第一次 反彈再跌穿多一次 這樣就 整齊了 到時就上去 那會不會跌穿呢 這個就 不是很確認的 但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再跌穿就應該會確認的 因為他這裡是行三角形 只有B浪是可以三角形的 或者是S浪 但是就不可以是 二浪 因為二浪就不可以行三角形 所以這裡 至少就不會是一個 一二三四五線 那就是他這個是調整浪來的 他這個調整浪 那就是調整浪的起點會再跌穿 那所以 看今年也應該可以再跌穿這個位置 暫時都是這樣的看法 那就是調整浪的 這個二浪 和那個四浪的比例 那他呢 守住了 2.618這個位置 他守住了 看到他收市都沒有收到在下面 所以沒有問題 都還可以是那個四浪 那就是他 他 如果是四浪 他還有下五浪 上去 那就 那這個其實就是 是四浪還是 大一個級別的二浪也難說 這就是四浪 因為他就去到前面整個 整個星幅的一半了 那通常二浪就會回一半 那所以他也比較符合 所以接下來 究竟是三浪還是五浪也難說 那就是現在只能夠說呢 他就 隨時都可能會出那個 五啊或者是那個三 那就是起碼呢 會升穿這個 升穿這個頂 那恆子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看看 上陣 那看到上陣子數呢 今天的波幅就比較少 那就是 看到這裡跌下去 曾經都收過三支洋竹 一支 兩支 三支 那 不斷地收洋竹 起碼 跌下來比較多洋竹 起碼像是一個調整浪 如果他是一個跌浪 就應該會比較多陰竹 比較少洋竹 那麼他 隔一支又 看到隔一支陰 又有一支洋 隔一支陰又有一支洋 通常都是調整浪 那加上剛剛恆子也說到 那個 B浪的位置 走了三角形 所以 應該這個頂會再升穿 差了就是這個調整要調整多久 看到 如果計算這支陰竹 那他調整了第8日 8都是個轉節數 如果不計算那支 最高的那支竹 那會不會 明天 左右的低位 之後開始轉向呢 也有可能 因為這個調整呢 也有機會有個時間性在 看看會不會是8天 看看會不會是跌8天 就開始轉上去 那就 看看 看看 标普500指數 看看標普500指數 看到 因為 蠟子就好像穿了這裏 那下 昨天就說到應該 他 看到他移動 支持 就是這些位 看到他沒有收穿 看看他有沒有跌穿 他跌穿了一點點 但是沒有收穿 所以都是利好的 還有他中了MA 看到34MA 所以是觸發他有個反彈 那要留意了 因為 蠟子是穿了底的 就是這裏 蠟子是穿了下去 那會不會 這個標普500指數 是一個失敗浪呢 那就比較像是失敗浪 那就是說 這裏走了1 2 3 4 5 那就是他已經是 跌了5個浪了 那是差的 會是反彈再下的 那麼跌了5個浪這個位置是A 有機會是 這個反彈是B 但是當然也不排除複雜一點 再上多下才下的 也有可能 那應該會再跌穿這個底 再跌穿這個底 這個底 會散後再跌穿 那如果 如果要配合恒子 之後的 升浪呢 那就就像是A B C的 這裡呢 走一個 應該說A B C 那又繼續回升浪 這樣比較像 除非是覺得恒子 升 那個美股跌 除非是覺得這個 這樣的 看法 如果不是 都是 樂園都會上了 那就 即是說現在呢 看到四小事圖呢 他應該正在進入 C A B 進入C 走完C之後呢 又會繼續上去 看看C有機會去到哪些位置 拿回一些高低位 量度C有機會去到的位置 看到就 5779的 看到 有機會C去到5779 然後才開始 繼續回升浪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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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紙 看看納紙的4小事圖 看到是1 2 3 4 5 或者看回小事圖 看到是1 2 應該是這個 1 1 2 3 4 5 5 看到它跌了5個浪 所以先有些反彈 反彈完再跌 再下 看到反彈比較少 會不會是還猜一下呢 A B C 再下 有機會 看來反彈了多少% 反彈了多少% 看到反彈了0.382 反彈了0.382 還未到 看到反彈了0.382 還未到 看到反彈了0.382 還未到 這裏是A 這裏是A的 現在就找B 可能B還未完 然後有C 那它 在日線呢 它暫時全部都是 在高位 跌下來全部都是 暗軸的 暫時 它看到 因為它浪與浪之間都有機會有些關係 就是MACD浪 所以可以拿回前面的 那 就知道 有機會 今次這個 跌浪跌到哪些位 看到有機會去到 197 94 1比1的位 如果1比1都站不穩 那就去19358 1.68的位 主要都是看這兩個 跌完就會上去 或者跌到這些位 又會上去 那就是 看法 那道指看到4小事圖 它的反彈是比較強的 它的反彈比較強 那看看它是不是 都是同樣跌了5個浪 那如果 呃 先 看到它由這位開始跌 1 2 3 4 5 那5就可能是這裏 即是說1 2 3 4 5 5 那所以呢 它應該就 即是不應 它的反彈 走一個A B C 這樣 最後都是沒有升穿這個頂 那應該是 它反彈完的 如果它反彈完 如果它是落 的話呢 那那個 剛剛所說的 這個納子 可能 未必再會彈多一下 可能都是一起落 這樣 因為如果假設它兩個是同步的話呢 兩個指數同步的話呢 那麼 那個納子 再衝多一下 即是納子剛剛是走A B 還差一個C 如果它再衝多一下呢 那會不會 破壞了 破壞了原本的數法 即是 如果這邊又繼續 跟它一樣衝多一下上去呢 那又會破壞那個 啊 走一個 A B C的看法 一個ZZ 因為這裡呢 都似是一個 五浪結構的 所以呢 535呢 就會是一個ZZ 那就 那就量度到了 即是說如果假設這個是反彈完結 應該會量度到那個 C浪有機會去到哪裡 然後拿回 A B浪的位置 看到42607 我看到是400點 距離現在有400點 距離現在有400點 對啦 400點 當然 如果家裡不穩的話 就去下個位了 422 98 看看它 去到哪個位 會轉回上去 看看黃金的走勢 看看黃金的周線圖 那之前就量度了 這裏的123 假設它是123 那3浪裡面的 拿回3浪裡面的 1-3浪 和5浪比較 那通常就去到 5浪去到1-3浪的0.618 就通常會完的 所以它看到上兩個禮拜 它是壽制 三個禮拜前 它壽制 這個 1比0.618 這個比例 2683 這個位 就是 做了一些調整 調整 它去回 對上的比例 就是去回這個量度 0.5的位置 然後再試回 0.618 如果它真的是 1-2-3-4-5 這樣的一個 浪的話 如果真的這樣走的話 它這個星期 或者是這個月 因為 因為嚴格一點 可能是要用月線 1-2-3-4-5 1-3浪 和5浪比較 就會用月線 會嚴謹一點 但是也要看周線 周線最好 如果根據原本的數法 它最好這星期 就不要收在上面 看到 看它有沒有升穿 在這個IG這裡 看它有沒有升穿 9月23日的頂 看下去就沒有升穿 對啦 沒有升穿 所以頂部依然都在這個位置 所以現在都覺得 還有機會是行走那個 四浪調整的 所以現在都覺得 還有機會是行走那個 四浪調整的 第三浪調整的 這個平台浪 這個位置開始 就實際上 走平台浪A 現在在走平台浪B 平台浪B 完了之後會走平台浪C 到時才會結束四浪 看到這個平台浪B應該是ABC 正常來說應該是ABC 所以看到它是ABC 即是從這個位置開始升五浪就結束 這個平台浪就結束了 所以可以看到從這個位置開始升五浪 看到1,2,3,1,2,3,4,5 1,2,3,4,5 5應該有機會結束了 因為看到它是1,2,3,4,4,1重重 所以應該是5有機會結束了 或者會不會五浪用不規則的一個形態 再衝多一下也難說 就是知道應該已經結束了 所以 即是說這裡的ABC都結束了 這裡有機會 這個平台浪B就完成了 進入C浪 平台浪C 這樣 所以 所以 暫時覺得黃金應該是時候要出C這個部分了 這個平台浪B就要出C浪 如果是日子的ABC就要出C浪 如果是日子的ABC就要出C浪 即是日子的ABC就要出C浪 所以現在這些位置就比較看得淡 那就看一看原油的走勢 看一看原油的日線圖 它又再破了上一天的底 看它到了1比1的比例尾 看它是還未到的 差一點才到1比1的比例 但是它收了1比0.764下面 所以應該有機會先去1比1的位置 按照周線圖的數量 它又有機會是出C3 看到這個位置是A 這裡是三角形 B C1 C2 C3 C4 C5 這樣 暫時都是這樣的看法 看看美元指數 有機會轉回跌 如果是這樣去推論 美元指數有機會繼續上 昨天說到它應該會先嘗試這些MA 如果真的要做調整 它應該會先嘗試這些MA 所以繼續上 暫時都是這樣的看法 最起碼要先嘗試這些MA 看看有沒有辦法量度到它的 也有的 看到它的MACD浪 周線圖 MACD浪之間的比例 可以量度下一個阻力位在哪裏 看到它的阻力位是1比0.618 就是1803.49 那些位置 如果在家裡找到 就去104.36 而這些量度 通常是 打機會比較去到1比1的位置 先比較是 普遍的位置 1比1 看看它是否在向105.75 這些位置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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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個讚 訂閱Youtube 和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也可以考慮放回Youtube的會員 或者是Patreon的會員 那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